在辩民服务 因为我一上任之后 东海里里长就透过民众 一直跟我反映 在马街医院周边的停车问题 困扰他许久 不仅是民众停不到车 而很多时候会影响到东海国宅 或甚至周边学校 整个的一个交通状况 我就问了相关单位 告诉我说 我们已经选定东海国小操场 来盖停车场 大概的时间要两年 我就想两年 还能等两年吗 是我要求我们县府 立刻在马街医院周边 清出四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ABCD 我们总共使用了河滩地 还有我们县府自己的一些地 以及中华路到东海国小的水房道路 我们运用了四个不同的地段 总共创造出268个停车阁 那这268个停车阁已经在4月15号动工 六月底就会完工 预计我们可以暂时疏解 马街医院周边的交通问题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附近居民的出入安全 当然这只是一个短期解决问题 长期我们还是持续的在跟交通部争取 能够办理停车场 这个绝对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短期内我们已经为各位创造出268个停车阁 停车问题不是只有在马街周边 台东新站 只要是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周末 大家都知道违规停车非常严重 摩托车小自客车 所以我上任之后为了解决这个 我们明明其实有停车场啊 但是我发觉停车场的使用率很低 大概一成顶多两成 那这个状况我去了解之后 我就要求我们交官处 来跟我们的委外单位沟通 为了提高我们这个停车场的停车率 那我们跟业者沟通 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够做优惠措施 我们得到很好的消息 目前台东火车站前的停车场 不论ABCD区都是非常的便宜 跟各位说最靠近火车站的A区 一个月月租费2000块 等于一天只要67块 那你再走稍微远一点点到B区或D区 原来都是1500块1000块 全部一个月月租费只要1000块 那等于一天是多少 33块 各位不仅这么便宜 我们还要求厂商加装照明设备跟监视器 您停在停车场不仅比较便宜 还有照明设备跟监视器帮你看着车子 所以我希望各位议员同仁 我们多多宣导把车停在停车场内 把车停在停车场内 那我们的优惠措施呢 会延长到明年7月1号 也就是我们整个合约的期限 我们推出一个 就甘心照相馆 我们明证处 因为各位都是上班族 很多我们现在双亲上班 那礼拜一到礼拜五下班 想要去换身份证 护证事务所已经关门 那礼拜六呢 好不容易 等到护证事务所在上班的时候去换证 发觉 哎呀 我的照片尺寸不合 或者应该要露耳朵 应该要微笑 但是忘记微笑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很懊恼 怎么办 赶快就近要跑到照相馆去照相 如果就近没有 你还得跑更远的地方 照相 等他洗照片 那又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所以我们明证处提出一个 就甘心照相馆 我们就在护证事务所 免费为您照相 当天您就可以换证成功 那是跟各位议员报告 这个因为没有打光 没有修片 所以免费的服务 请各位就不要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太多 但是但是我们的这个护证事务所的员工其实都有受训 都有受训 有专业的受训 知道怎么样的角度可以让您最漂亮 那除了对我们的民众之外呢 我在做民意代表的时候 常常在天灾灾害之后都看到我们的农民到乡镇公所去排队 在那边等领灾害补助 因为那个证件的 申请天灾害 申请天灾害补助的证件都挤在乡镇公所 我们看到这样的状况一直在想可以怎么样帮助农民 可以不要让他这么辛苦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尼泊特风灾的时候 那一次在几天之内整个乡镇公所都是满满的人 那这些民众如果我们换算他的当天的工资 那他往返的时间 他的车资 这样一个浪费的金钱是1400万 但金钱不打紧 而是农民在自己的农田已经受到灾害的侵袭 他其实心里非常的难过 他还要来回奔波 那其实我们发觉在乡镇公所申请天灾害补助的时候 其实最麻烦的是要申请地级藤本 在地震事务所要申请地级藤本 那因为你在乡镇公所 如果你地级藤本没有完备 你还要再到地震事务所去申请地级藤本 那我们在4月10号 我们就跟16个乡镇公所签订一个合作意向书 不要再麻烦农民了 他们只要在乡镇公所申请天然灾害补助 不需要地级藤本 由台东县政府来帮您集合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节省农民 申请天然灾害补助的时间 那就在我们4月10号宣布的当天 前一天正好台东县东河海端六个乡镇的梅子 列入天然灾害补助 所以当天我们的农民就可以适用这个新的幸福三服贴 可以不用在乡镇公所跟地震事务所之间往返 那除了这个对农民的贴心服务之外 我们也希望为我们的民众在税级的房屋税级资料上做更多的时间节省 我们这个也是全国首创 我们民众为了证明拥有这个房屋 很多时候我们要跑到税务局去核发税级证明 那每年大概会核发8000件 我们现在建置税级资讯平台 全县已经有21个政府机关加入 我们在今年起已经示办这个平台 颇受好评 也就是您不需要为了税级证明 再回到税务局去要这个房屋税级证明 民众可以就近在地震互震 只要是我们21个加入的政府机关 就可以直接查你的房屋税级资料 节省您的来回奔波的时间 那在机关互相之间 更可以节省公文往返 那所以当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建置 互相勾计就可以了 跟议员报告台东县的预算 大家可以看到 从民国92年到去年107年最高峰 去年我们的预算额度 到达225亿2000万 今年我们目前的预算是164.8亿 估计我们在追加减的部分 可以再增加将近30亿左右 达到190亿 190亿跟去年的225亿 其实还有35亿的落差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求我们各局处 努力来去争取经费 于是在花东基金的部分 总共提了66案将近64亿元 希望能够追上去年的预算水准 报告到这里 要跟各位议员报告 南回公路在安硕河草浦段 预计在明年初就会完工 大幅的缩短 我们到高雄的时间 但是我其实开心不起来 因为我发觉 虽然我们台东端会加快 但是我们会塞在屏东端 从我们隧道出去的草浦 到丰港这一段路 应该也要配合我们同时拓宽 他们总共分五个标 但是我发觉 这五个标案 目前有三个标案 都还没有进入环平 如果顺利 预计 从屏东端的草浦到丰港 什么时候会完工呢 要116年 也就是我们的 在我们这一端非常的快 但是我们道路会 诉说在屏东端 所以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 立即请交通委员 来协助我们跟公路总局 要求屏东端 加速他们的作业 能够让我们的 南回公路的拓宽的美意 可以延续 可以延续